小伙伴你好,我想买一部代步车,看了这个杰达V3和丰田维茨 这两款车该如何选择,哪个用起来更省心,油耗低一点,皮脂耐照一些 就这位粉车朋友说的,杰达V3丰田维茨 如果老铁们小伙伴们,你会选择哪一款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讨论,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那其实这两台车呢,首先从选择上啊 女士适合维茨,男士适合杰达V3 外观方面呢,尺寸上呢,杰达V3比这个V10烧车能大一点 要说底盘,还有这个三大件方面 新车都无所谓,如果说都开个六七年之后,五六年以后 还是这个丰田维茨,更耐照一些,更加省心耐用一些 更加的靠谱 杰达V3呢,供领数上来之后,供领数如果说多了 它底盘悬架很松散啊,发动机变速箱,也许会出一些毛病 但是现在的杰达嘛,不像以前那个,狼人们可靠了 是不是啊,质量耐用度上三大件还是这个V10更好一些 并且保值方面呢,也是V10 开起来呢,两台车都差不多啊 杰达V3这个底盘质感能比这个V10能好一些 但是,供领数到了之后,以后就不行了 就会松散的 要说这两台质量到底行不行 出租车都开不坏,杰达V3 出租车都开不坏 咱们家用也没问题 咱们自己家能跑多少公里啊 出租车一年跑多少公里,是不是啊 如果长时间使用五六年绿天也不打算换车 你就去维持,维持更保值一些省油 而且毛病,没啥毛病 更加的这个平顺开起来 就是这样 嗯,两台车都不错啊 我的倾向呢,还是说风天维持 更省心 其实内饰外观呢,都差不多少啊 嗯,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扁的 这两台车主要挑就挑一个可靠性 省油方面,还有保值方面 保值也不用去考虑 这么便宜,越便宜的车把它越保值 越贵的车它越不保值啊 你这一共就没多少钱的玩意 你扁的扁的哪钱 是不是啊 主要是靠,选这趟的车 主要是就是说 遮风当雨,买菜带孩 啊,上下班 哪个省心,哪个更好 所以说我推荐的就是维持 更好一些 结达嘛,维持才能稍稍便宜一点 便宜个一万多块钱,是不是啊 维持呢,能贵个一万多块钱 就是别的没有这么太大的区别了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对这两台车有什么不同意见啊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